有城的人满意 不满意的全清理掉了 老五自从当了个衡阳城城主之后 性子都变得豪横了 嘿嘿 太子可能对我们俩的计划有所不知 衡阳城今后的发展方向 和咱们这个大明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东西 改清理的必须清理掉 我让朱素这么做 就是为了做出样子来 不顺从的 就只能消失 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 去感化和教化不服从的人 我做实验 只要结果 衡阳城那边 先把医院 学校和工业区三个主要部件建造起来 实在不行 发榜招人吧 人才招揽到了之后 就开设学校 农业 工业 商业三处并发 尤其是商业 必须规范的同时 还要加以重税 越是暴力和体量越大的商户 税收额度就越要高起来 顺带的还要管理商人 商人可以带动经济流通 但是也容易以伤害人 重犯者 直接抄家 从商无良者 形同叛国 看不出来 你还蛮有领导者的风范的 什么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要不以后 你给我当宰相咋样 呵呵 几十年之后的事了 你现在说这些 不觉得扯犊子啊 几十年 不然你以为 你父皇高授 就史料记载的 先后遭遇多重打击的他 都应是活到了七八十岁 你觉得是不是 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我有没有领导者风范 这玩意而不重要 宰相什么的 更不重要 我的目标不在这里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 我不能表现得这么强势才行 不然到时候麻烦事而多 怎么 你还怕自己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将来我会猜疑你 我还以为你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呢 这倒不至于 不过喧宾夺主 本就不是好事儿 这个叫自觉 叫本分 我国战役结束之后 我就不管这些事情了 我的重心就要放在试验上了 对了 前往美洲 找寻土地和红薯 玉米的事儿 你安排的怎么样了 已经安排人出发了 按照你给的路线 沿北方顺势而上 然后沿途画下海岸线的地图 这次一共派出去了五队人马 就是不知道能回来多少了 你说的那玉米 土豆还有红薯什么的 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吗 足够养活我大明数倍的子民 土豆这东西是有毒的 需要脱毒种植的才行 不过如今的美洲大地上 已经有原住民的了 咱们的人过去 能直接从他们手里 拿到我们要的东西 当然了 是交换还是直接抢 那就不是我需要去关心的事 这几样东西如果入手 大明的子民 就算再扩充一倍 也丝毫不惧 大明短时间之内 农业收入会暴涨 解决掉粮食的问题之后 就可以全力促进 人口增长了 当然 战争过后 人口自然也会增长起来的 哎 为什么我就没有个系统 不然哪儿还有这么麻烦 系统 那是什么 系统 就一个我们后世之人 瞎想出来的玩意儿 就和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想的 什么呼风唤雨的龙王 什么玉皇大帝 差不多的玩意儿 嗯 你居然还会想这些的 太子殿下 太子妃让给您传信 允文殿下病了 让您赶紧回去看看 什么 允文病了 楚义 看来我得先回去一趟了 朱允文病了 镖虽然有些话我不合适说 但是 利益之下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保持清醒的 你 你自己把握 我知道我说这种话并不合适 但是 你就当我是 站在我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说吧 熊英是我的学生 同时 她也是最合适 继承一切的人 纵然你我将来有什么意外 但是只要她还在 蓝玉等战将就还有未来 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熊英 将来 她是我全部的希望 我不希望看到她出现任何意外 有些事情 我希望你要有防范 人心难测 多谢提醒 我会注意的 太子殿下 您终于回来了 您快看看允文吧 她突然就发了高烧 一直在叫您的名字呢 怎么回事 我走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发烧了 妾身也不知道啊 御医怎么说的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太子殿下 御医来诊断的时候 说她这是星期玉节 加之这几日气候变迁 这才偶感恶极 殿下 这孩子会不会是太想你了 这才 心期玉节 一个三岁的孩子 她能心期玉节 谁信 行了 允文吃过药了吗 吃过了 吃过了 允文你快醒醒 你快醒醒啊 父亲来看你了 你快 你干什么呢 孩子好不容易睡着 就让他睡就是了 你这时候叫他起来干什么 殿下 允文他没睡着之前 真的一直都在叫你啊 我这不是想着您 终于来看他一眼了 把他叫起来 和你相见一面的话 他的并说不定 好了你好好照顾他 等他醒了 我自然会过来看他的 殿下 好不容易太子回来了 又走了 楚衣 你真该死 我不在的这几天 都有什么人来过 回殿下 这几天只有昌大人来过一次 岳父 是的 知道了 去把给允文诊断的御医 给我叫来 是 楚衣先生 陛下考虑 让您立刻进宫一趟 这什么个情况啊 怎么突然就要找自己进宫了 我知道了 转告陛下 马上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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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